表面上他是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 背地里他却是个人面兽心的变态狂 这天参加舞蹈海选面试时 他一眼就看中了这个身材曼妙的女孩 为了侵占女孩 他故意以辅导舞姿为由 把女孩邀请到了自己的别墅里 在毫无防备之下 女孩喝下了装有迷药的水 所以在女孩跳舞跳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晕了过去 随后他就被教授抱进了装满道具的地下室 教授把他放在操作台上 用铁链锁住他的四肢 做好准备工作后 教授就戴上面具 开启直播 他即将对女孩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 挑选好衬手的工具 然后正式进入正题 随着鞭子落在身上 女孩也被惊醒过来 他发出的惨掉声在整个房间回荡 直到女孩被打得血肉模糊 他才停下手来换了另一件工具 伴随着鲜血的渗出 教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他终于对女孩下手了 可几天后 女孩就发现自己得了艾滋病 就在他想一死了之的时候 他却看到侵犯自己的人渣 竟然还心安理得地出现在电视上接受媒体采访 这一瞬间 女孩充满了恨意 他决定找这个人面兽心的人渣报仇 于是第二天 女孩主动找到教授 他想通过装可怜来得到教授的帮助 我得了艾滋病 我不敢跟家里人说 我也没有钱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您不能丢下我不管 然而教授听完却满脸得意 他认为眼前的女孩已经彻底被他争取 于是随即就站起来打开了之前录下的视频 然后恬不知耻地说道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美呢有很多种 只有这种残缺的美 才能让人欲罢不乐 但是教授却不知道 在他站起来的时候 女孩已经用手机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全都录了下来 你知道什么是艺术吗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你这个贱 你可以不听我吗 但是时间不等人 就算我死了 这个视频呢 也会定时发送出去的 在女孩的威胁下 教授立刻就服软了 他知道视频一旦发出去 他这个知名艺术家将瞬间沦为人人唾弃的对象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有老婆孩子 我求求你 我可以给你一大笔钱 求求你 求求你放过我 可面对这种人面受心的东西 女孩又怎么可能会心软 他看了看桌子上的道具 本想一斧头砍死这个人渣 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用绳子 女孩一边录视频 一边让教授把脖子套在绳子上 女孩提出的要求 对于此时的教授更像是得到救赎的希望 但是他想要活着的渴望 却让女孩想起了几天前发生的事情 他也曾生死力竭地祈求过教授放过自己 可教授当时是那么的无动于动 于是在一气之下 他就踢掉了教授脚下的凳子 就这样 女孩制造了教授自杀的假象 虽然教授死了 但他的复仇却并没有到此结束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女孩以同样的方式 相继杀掉了当时观看了这场直播的几个人 并且每次杀人的时候 他都会录下他们认错道歉的视频 可是这种接连发生的自杀案件 很快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而女孩也终于在第七天 约出了最后一个看过直播的男人 在女孩的诱惑下 男人主动将自己的脑袋挂在了绳子上 等到女孩录完男人道歉的视频后 他就一脚踢掉了男人脚下的凳子 当男人意识到不对劲 早以为是已晚 不过就在男人做最后挣扎的时候 警方终于赶到了这里 男人最后还是被救了下来 而女孩最终也终于被抓了起来 面对刑警的审讯 女孩坦然地交代了所有的事情 虽然她现在是背负了多条人命的恶魔 但是几个月前 她也只不过是个想过平凡生活的应届生儿 我现在才大三 我没有什么人大理想 只要能让我继续跳舞就好 至于未来是什么样子 有谁说得清楚呢